要静坐呀 为什么人要坐在时候 人的思想就静下来 我曾经跟你们讲过 一个人要发脾气的时候 最好先坐下来 就不会发脾气 当一个人想发脾气的时候 你们看好了 坐不住的人就要发脾气 你去看 一发脾气就想站起来骂人 对不对啊 哪有啊 坐在这里骂 骂不长的 站在那里收指着别人 他才会义愤填饮 所以近思的人 他才能长思几过 经常坐在那里想一想 我丢人吗 我做错很多事情吗 我曾经做错了多少 对不起别人的事情 我难为情吗 这些事情讲出来 会不会被人家耻笑啊 想一想啊 你就慢慢坐得下来 所以人家说坐不住了 坐不住 你看他坐不住了 坐不住 他就急了 急了就要发脾气了 所以发脾气的人 都是站在那里的 所以要静坐 长思几过 闲谈不论人非 就是谈谈开开心心的事情 也不要去说别人的是非 所以闲谈 就算讲 你好啊 好久不见了 也不要说 你看我可好久没看见他 你看这个样子 现在瘦的嘞 这个人讨厌的嘞 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东方电台以后到美国来 开法会 到欧洲来 看起来你们好久不见了 半年没见了 看起来 你好你好 你怎么这么样子啊 你怎么瘦得像 吓人哦 你这种心 都是污染着你自己的内心 看到了就是光明 看到了就是善 所以我们常生忏悔心 常生惭愧心 你们惭愧不惭愧 你们活得这么大了 你们做了些什么有益于人民的事情 我们学博人说 你今天活到这么大了 你做了多少有益于众生的事情 你帮了几个人 你没学博之前 你会这么帮助别人吗 你会这么走出来 为了供修会 做饭啊 出去发传单啊 去帮助别人 你有过帮助多少人 常生惭愧啊 常生忏悔心啊 我想一想是对不起爸爸妈妈 对不起学校的老师 对不起自己的身体 把身体弄得这么乱七八糟 身体弄得这么糟糕 浑身都是病 你就是对不起父母亲 对不起自己啊 所以家中不管有什么事情 要眼道守道